北京卫视近日发布了一段视频 主角是当红艺人肖战 他带领观众一同探索重庆的宝藏 在视频中肖战不仅展示了他的歌唱才华 还用他那富有雌性的声音 为观众介绍了重庆的多处文化遗产 这次的合作不仅让肖战的粉丝们激动不已 也引发了更多人对重庆这座山城深厚文化底应的关注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 肖战的介绍让他们对重庆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甚至有人已经计划前往重庆旅游 亲自体验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在视频中肖战特别介绍了秦良玉的红袖盘金断花蟒服 这件衣物不仅公益精湛 而且是唯一被正式记载在历史中并传示的女将军的象征 肖战的声音中透露出她对历史的尊重和对文化的传承 使这件衣物背后的故事更加生动 此外她还提到了长达1.6公里的白鹿梁提克 这些提克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 记录了无数历史变迁 肖战的介绍让这些古老的水文记录焕发了新的生命 也让观众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作为重庆人 肖战在介绍家乡的珍贵收藏时 毫不掩饰她的自豪和深情 她不仅详细描述了文公会成历史的签名轴 这件历史文物见证了三百多为大家明示热血沸腾的激情时刻 还用它那儿充满感染力的声音 使这些珍藏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网友们对肖战的配音赞誉不断 身为她的声音既有庆视又不是细腻 完美地诠释了重庆的历史和文化 肖战的这次介绍 不仅使家乡的宝藏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 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她对家乡的深厚情感 这次合作不仅仅是文化传播的一次机会 更是展现了她个人影响力的体现 她的粉丝们纷纷表示 肖战的介绍让他们重新认识了重庆 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历史和文化的兴趣 这次合作不仅让更多人看到了肖战多才多艺的一面 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歌手和演员 还是一位深具文化底应的艺术家 肖战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娱乐圈 还延伸至文化领域 促使更多人开始关注和思考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肖战与北京卫视的合作 无疑是一场成功的文化传播 他的介绍使重庆的宝藏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 也使更多人开始关注和思考文化的价值 然而这也引发了一些讨论 有人认为是否过于夸大了肖战的影响力 是否应由更多专业的历史学者和文化专家来进行这样的介绍 无论如何肖战的这次合作 无疑为重庆的文化传播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越是更多人开始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我会不打托传承和发扬传承传承认